小小万,快点接单了 今天客人想要吃有创意的饺子 你快点给我做出来哦 什么创意的饺子 问我干嘛 你快点做 不然就扣你0.01万的工资 你能不能好点说话 我说了不做吗 不就是创意饺子吗 首先准备一些肉肉 猪肉,牛肉都可以 然后准备一些白菜 一些橙面,和一些玉米starch 现在把肉肉用大刀剁成肉泥 然后把肉泥装进大盆里面 接着往大盆里面加38粒盐 加66粒板sugar 加一些生抽 一些老抽 一大勺豪油 一些胡椒粉 把它们搅拌均匀 现在用大刀把白菜切成丁 接着起锅点火 锅内加入Water 把Water煮开后 加入切好的白菜冰放进水里焯水 白菜倒入牛肉里面继续搅拌均匀 往橙粉里面加一些玉米淀粉倒入开水搅拌 表情晶莹后亮的效果 靠的就是橙粉 所以橙粉不能用其他的粉粉代替 揉好的面团分成两份 其中一份加入绿色食用色素 继续搅拌均匀 两个面团都揉成长条 刚才忘了加一些猪油揉 那么补救一下 现在把绿色的面团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厚片 把白色面团放在中间卷起来 接着用大刀把面卷切成小块 再用擀面杖擀成小子皮 取一坨肉馅放在餃子皮中间 先把边缘捏成五角形的形状 再用大拇指和食指上下捏出褶皱 包好的饺子备用 水开后把白菜饺子上锅蒸十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来看一下 哇塞 这个晶莹剔掉的感觉 嘖嘖嘖 简直完美 客官 您要的创意饺子做好了 请慢用 等等 这哪是饺子 证明明就是白菜啊 客官 这是我们大厨小小万岁新研制的自创米其林 翡翠百菜饺子 您尝尝吧 嘖嘖嘖 太有意思了 跟白菜长得一路一样 我来尝一尝 嗯 味道很赞 这个饺子皮跟虾饺的肉干很小 不错不错 小二算一下这里多少钱 客官 一个饺子五元 一共两个 也就是二十元 既然是你几名 那这个价格属实便宜 下次再来 好